六子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 赶紧开枪啊 这怎么打呀 洪哥离小鬼的太近 我这双筒炮 一打就是一大片 伤着洪哥咋办 这可咋办哪 走 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走 走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 只有两条 第一 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 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 并撤走微商胡一带的军队 第二 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服队 他们只是进行宣传 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 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 你们就可以上岛 当然包括过铁路 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第一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 进行扫荡 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 第二 你们的宣伏队我们可以不打 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 因为他们手无寸体 第二条件是必须的 第一条件是必须的 第一条件是必须的 你明白吗 港村连队长说了 你们的第二条件我们可以答应 第一条件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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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是大太军的事情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军 然后再谈 好 这事我们知道了 但是你们回去 必须把我们的条件 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军 不好办太远了 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躲一边去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 看看 把枪给我 你们俩干什么呀 给呀 你你被崩了港村那个混蛋不可 虹哥 你们这胡闹吗 虹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 有你怎么警戒的吗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 这儿的事你给我少管 你给我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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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的警戒哨 继续谈 继续谈 你们的条件 我们不能答应 我们的条件 你们必须接受 否则 我们就消灭你们 不得了 不得了 我怎么看 钢村 放你奶奶个屁 你太猖狂了 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 想消灭我们 那你就试试看 走 这帮小鬼子 真痛快呀 政委啊 你可真行 真不愧是小诸葛 把小鬼子的脉拔得是真准 政委 老红 港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 被他抢得出来 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 那咱就在铁路上 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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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撤 这 快 撤 咱们先有的条件 根本炸不回这座桥 要我干 想要炸掉这座桥啊 得几千斤炸药 老红 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 你想想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两条线 对 对 王强 你马上去侦查一下 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 傻手通过临城 咱再搞他一家伙 明白 承文 大队长 朱宝长 啥事 敌人又下帖子了 李先生 如果没有战争 你我很可能是朋友 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 和中国的文化 也许吧 但我觉得 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 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 骨子里很狂躁吗 想必李先生 读过水浒这本书吧 冠帝庙 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 关羽的 但他让我想起了 水浒中的巨义堂 宋江当年在朝盖死后不久 将巨义二字 改为忠义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阁下 是想考我啊 李先生 保读诗书 应该明白 当年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 各个身怀绝技 功夫了得 但最终 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 你知道 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这么说 阁下此次邀请我来 是想给我讲课咯 不 是提醒 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 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 强大是不可战胜的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 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 都被我们打败了 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 听说他们有的 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 居然敢跟我们看看 能答应吗 你笑什么 我笑你呀 见势短浅 我此次应邀而来 恰恰是想告诉你 在中国 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 你知道有多少吗 有四万万 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 美惠子小姐谈过 中国近代 屡遭略强的侵略 想瓜分中国的 不仅仅是你们日朴 其结果如何呢 每一个得逞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 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 也能把你们淹死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做人民战争 这场战争 我们一定会有 请阁下回去 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 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 那他就应该知道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世界历史 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侵略别人 绝没有好下场 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 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 我是军人 只懂得服从 这次谈判 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那你就说说看 黄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 非常清楚 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 黄军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保护整个金埔铁路的安全 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 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 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 好啊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如果谈判顺利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 第一 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 第二 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 微商壶一带 停止军事围剿 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 大米 白面 还有猪肉 那你们的条件呢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 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嗯 松伟阁下 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 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 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 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很抱歉 我们谈的是六孔桥 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 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李先生 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宫了 对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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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